众所周知 李昂是荒远量度中 非常负能量的一个角色 堪称老鼠人的存在 不仅能隐身脱起屁股 还是进草丛 直接一分为二细耍你 简直一点底线都没有啊 正所谓打不过就加热的道理 所以今天我们就玩一下李昂 把自己的底线直接拉到最低 让敌人也好好享受一下这份快乐 首先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他的技能 李昂普攻是射出四把飞镖 攻击距离非常远 但是距离越远伤害越低 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 拉近距离打伤害 大招是可以让自己隐身六秒 收到攻击或者是发起攻击 还有靠近地人都会暴露位置 重点来了 我们今天的主要玩法 就是利用大招的隐身 而妙具的镜像投射器 制造分身 你们想想 我们利用隐身 然后再来一个分身 让分身来骗对面的技能 然后我们直接再出现 给对面偷掉 不光能给对面的角色造成伤害 还能给对面的心理造成伤害 哈哈想想就有点兴奋啊 直接开车 看见没 我们左边有个地人 我直接给他上一课 看好了 我们先进这个草丛 然后放个分身 分身逼他走位 我们在另一边堵他 他刚反映的是个假分身 再维持一晚 直接归膝 下面还有一个地人 我们再给这个年轻人上一课 哎呦 这年轻人有点聪明啊 不过我们的大招好了 直接开大 化身为老鼠人 偷你去花 就为您恶破心 下不下见 我们回到终点的战场 现在只剩下三个人了 身为一个老鼠人 一定要找准时机 赞点能量 找机会就OK了 就现在化身老鼠人 看能不能偷一个 不好别发现了 快跑快跑 吓死了 差一点就近了 不过那个人 被另外的人给偷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上课时间了 先绕后回满血 找个距离才近的草丛 放个分身 看直接上钩 你没便宜了吧 吃吧 哎呀又下饭了 不慌不慌拉扯一下 嘿嘿又大了 直接化身老鼠人再走 兄弟们就问你见不见 好了 本次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欢迎来到的兄弟 一定要长按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